龙年复刻龙丹很合力吧 但如果从强度方面考虑 2.0版本的隐约还值不值得抽 2.0要不要补 仪器光追配对又该如何更新呢 主要是隐约的抽取建议 如果仅从强度方面考虑 隐约依然是值得抽的 因为作为毁灭3C之一 隐约的输出模型和数值给的都非常慷慨 同时也不存在其他角色虚空战魔的问题 抽到就是完全体 如果缺个毁灭C 并且还正好对得上XP 那就完全值得抽 且在心穷充裕的情况下 特别是手握1加1隐约的玩家 你甚至可以补到2名 因为隐约2名是崩铁目前最强的2名 其地位相当于隔壁之前的雷神2名 使用起来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2名之后 隐约几乎就是力大专飞 加上机制优化 你完全可以在不同场景 掏出相同的2名隐约 例如弹幕仅限于虚构叙事 被叙述弱点的深渊等等 可见2名隐约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是非常强的 有点类似于量子队这样的通解阵容 但从性价比方面来考虑 由于1.6版本已经送了真理一生 如果你心穷不多 那0名龙丹的优先级就没那么高了 虽然真理和龙丹的定位完全不同 但是前期还是要优先考虑 测起不同的属性C 再去考虑同属性但不同定位的C 以目前深渊12层的环境来说 所有0名C都是弱点C 只有在对应弱点环境才有较好的发挥 不过2名的话有能力依然值得补 出去档位 推荐0加0 0加1 2加0 2加1 有能力抽到三斤的优先考虑2名 千万别抽1加1之类的 因为2名对隐悦来说是质变 这不是一个专武能力补的 没有专武的话优先推荐 青神陨落 其次在蓝天下 秘密诗心 严书党 或者克拉拉专武 三星光追天青 由于会让隐悦变得特别脆 步步推荐 仪器跟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外圈宽扬手或者攻击 虚数任意2加2 内圈繁星竞技场 主次条双暴1 攻击鞋 虚数球 攻击省 2名一月可以换成冲灯省 副次条双暴大于攻击力百分比 配队上生存位优先罗刹或者霍霍 其次2号位固定停云帮助冲灯 3号位优先花火 既可灵活闪点 又可拉条增伤 也可以选择软煤 配拉 艾斯达 保证出伤平滑 或者一空压压进行爆发输出 下课